大家好,我是外行员,这一期海贼王专题的话题是,打出霸王色,好了,废话不多说,我们进入正题,从缠绕再升级到打出霸王色,五皇陆飞需要一招属于自己的霸海,在10147海贼王专题,关于陆飞为什么还不是凯多对手的环节,我们特意遗漏了第四点的内容, 而这一期海贼王专题,我们就来重点胡扯讨论一番这一点,那就是陆飞还没有一招,能够真正堪称黄极的招式,一招犹如罗杰的神币,大妈的威国,以及凯多霸海这般的招式,因此说到这里在总结来说,霸王色并不占据优势,武器不占优势,身体不占优势,以及大招不占优势, 也就是陆飞现在还无法打败凯多的四点,然而只要在第四点上做到突破,陆飞可能就还能够给我们带来,意想不到的惊喜, 说到这里我们就再简单炫耀一番,189区海贼王专题,我们早已为陆飞狐扯好的,将高等级冲击波武装色,和霸王色结合在一起之后发出的,属于他的王者之权,以及422区海贼王专题,我们为陆飞狐扯好的,用可以进入目标体内进行破坏的, 又一种高等级武装色霸气流音,来可以实现打穿凯多的龙拳,陆飞的王者之权,以及陆飞的龙拳,这两个招式一个远距离攻击,一个近距离攻击, 其实都属于,我们所胡扯的极其强大的陆飞招式,而由于和霸王色的紧密关系,以及更符合黄极,大规模招式的特点,这一期我们就还是要在重点强调一番,陆飞的王者之权,而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在这一期,要严重胡扯强调的重点,那就是和伟田现在才吝啬告知我们的,霸王色可以缠绕不同, 陆飞王者之权的重点将不是缠绕,而是在缠绕或是准确来说为聚集后,再将霸王色作为彻底的物理攻击,来真正的打出和释放出,从缠绕到打出释放霸王色,这可能还需要陆飞挨上一个,比你引耐落让他自己冰死的,凯多招式才能领悟,除此之外可能要在身体上,进入四荡大蛇人之上的,更强大的新形态, 恐怕也就是陆飞能打出这一招的关键基础,而一旦陆飞在未来能真正打出,我们所一直在吹捧的这一招王者之权,将他在1010化才刚领悟的,还让霸王色进一步升级为,可以大规模远程攻击地打出霸王色,以实现属于他自己的霸海威国, 那五黄陆飞恐怕才算是真正的,完整了他的皇级实力,好了,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,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,我是外行员,我们下期再见。